好的,那现在要来讲呢,是宁波化生物的第四部分 那么第四部分呢,会讲七个生物 那么首先呢,来讲一下第一个 它是,呃,这,呃,生物 它用字母C来表示,是一个轻不送气 呃,银额,色,擦音 那么国际音标呢,就是这样写的一个东西 那么宁波化中的生物C呢,它发育于普通话的生物J 是相同的,呃,比如说 那么好了,接下来呢,它是,呃,相当于一个 的发音 那么这个生物是用CH来写 它是一个轻松气 呃,银额,四额擦音 那么宁波化中的生物CH 它的这个翻译与普通话中的生物Q其实相同的 那比如说 那么接下来呢,它是一个J的音,它这个生物J,它是一个卓银额色擦音 呃,呃,那么宁波化中的生物J是与它的C这个翻译不韦是相同的一个卓音 那么普通话和英语中都没有与它类似的福音 那么注意不要与生物C所混淆 那么据例字来说就是G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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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 那么接下来呢 它是这个gn 它所代表是一个音乐鼻音 那么它这个音呢 跟c是相同发音部的一个鼻音 与普通话泥字的生物 n的泥这个是一样的 发音是类似的 不能说一样 但是呢 其实他这里说有些时候 不必刻意区分n和gn这个区别 因为它尼文号中两者称互补分布 那么生母gn只能接韵母i或者i的借银 这个生母n不能接韵母i和i借银 那输入法上gn也可以拼作n的 那比如说 你 女 牛 女 娘 您 那么接下来呢 要看一下这个生母sh 它表示的是一个轻 轻吟恶擦音 那么宁文化中 生母s它发音是普通话生物x 西这个相同的 比如说就是说 西 虚 虾 虚 虚 虚 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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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么接下来呢 zh它是代表一个 齿音 耳擦音的一个生物 那么宁文化中生母zh和sh是一个发音部位相同的卓音 那么普通话中英语和英语中都没有与它相同辅音 那么举一两来说就是 好的那今天这一天生母课就上到这 那么下次再见啦 zaiway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